大家好,我們來看今天的趙孟甫 每日一字 方 方正的方,一個點一個長橫 然後就楷書呢,我一直強調 先寫這一撇,比較容易抓到 然後再寫這個勾 那當然如果楷書 你可以很容易抓得到 要這樣寫意也未嘗不可 都可以啦 都有 即便是趙孟甫也是兩種都有 但是如果就楷書而言 就會先寫這一個再撇 這大概是大家共同的一個規範 會比較多一點 那我們來看趙孟甫的寫法 這一個 他這很明顯就是這樣勾上去 雖然代筆沒有帶出來 但是 再擠它 很容易看出來 勾起來 這樣 這是 他的寫法 好,再來我們來看 更連貫一點 我們就把一些代筆帶出來 首先呢 這一筆 可以也帶的動作 這邊呢 這個 可以讓那個牽絲出現 這樣子會更有動感的感覺 就好像慢動作 這樣的味道 再來 我們說 進入到 它沒有什麼好變 所以我們進入到草書 草書呢 會有一些不同的寫法 來看第一種 第一種呢 我們凸上去 這裡上面直接 寫成一個橫畫 下來 這要注意 那變成 經常是這樣子 如果有點橫下面 會橫畫先寫 這樣凸上去 好幾個都是這樣 像 主人的主啊 那個 單獨是不行 但是在右邊 像 王啊 來往的王 都是類似這樣子 好 另外一種呢 我們說 更省略 就是連彎折都不要 連彎折都不要 就來看一下 直接 這樣 一下來 這是最省略的 但是有時候呢 會在 底下這裡 彎折一下 來看一下 這裡 底下這裡 彎一下 也有 但是 看個人喜好啦 就我就不太喜歡 寫這樣 我就 怪怪的 大概寫成 這個樣子 就可以了 好 那當然你 雖然是這樣子 寫法 要做 其他的 變形 都是有可能的 就是說 可能把底下這個 更寫一點 底下再寫得很誇張 這樣子 這樣子 就不一樣的味道了 大概 這樣大家自己留意一下